往年暑假期间 玉立警分局为了预防青少年偏差行为 都会举办篮球斗牛还有暑期体验营 而今年受疫情的影响 民众从事户外活动有限 改采网路互动方式来举办 网路互动防止青少年 避免处法宣导有奖挣扎活动 希望民众在家也能够学到正确的法律观念 往年暑假 玉立分局为了预防青少年偏差行为 都会举办篮球斗牛暑期体验营 今年受疫情影响 民众从事户外活动有限 改采网路互动方式办理 网路互动防止青少年 避免处法宣导有奖挣扎的活动 希望民众在家也能够学到正确的法律观念 然后我们的计划 从110年的8月17号到中午12点 然后我们在一旅分局 粉丝专营里面有这个专案 然后我们有这个抽奖 抽奖就是具有中华民众身份的都可以参加 民众只要到花莲县警察局 玉立分局社群网站粉丝团以及贴文按赞 贴文会准时在8月17号的中午12点 放在社群网站的粉丝团 并在活动贴文下方留言正确答案 以及take一位好友以上 8月25号中午12点会在破文公告中奖名单 这次奖品选购时下流行的七阶七层 风目滑板以及电子技术跳绳 让民众运动健身保持体态 记者高雄雄玉立正采访报道